Hello,北基道和大家分享新加坡的返回立体声 如何返回立体声呢? 它就是吸引海外专场的全方位 北基道为你解构全方位的经济格局 它的框架究竟是怎样? 听清楚了,为什么呢? 北基道也有可能来这里 所以全球各地需求都非常恩赐人才 又把握疫情,他们肯死怨 我觉得李显龙真的有料到 在那时候就讀定告诉大家 喂,我们服尚的了,以病毒局传 一下子就打沉了 所有机遇就由他那时候揭开序幕 其中新加坡宣传推出新的工作证 叫做海外网络和专业签证 喂,这个挺好的 是什么呢? Overseen Networks and Expert Tasks 直以吸引各行各业的顶尖人才来到新加坡工作 或者生活,新签证五年之后 成功申请人士配偶 也可以跟随来到新加坡 这件事将会在1月1日开放申请 至少申请人过去一年的月 至少有3万新加坡 即使换句话说 有16.8万元 或者抵达新加坡之后 会赚到同等每月的收入 近期在新加坡没有工作经验的海外申请人士 或需要证明他们曾经或将要为一间成熟公司工作 其实这些很简单 说都没那么容易 值得留意的是 如果申请人在体育文化艺术科学界 科学科技或学术领域上取得卓而成就 則可豁免上述 越入门监 越身低于3万新加坡都可以申请 即是说 你有科技的著作专利 又做过什么什么 发表什么什么的论文 新加坡在这方面 是会灵活的 包括允许获批签证 同时经营和任职多家企业 更换工作事 无需重新申请 所以这些非常重要 签证为期五年 还有享有医疗服务 这个重要 入籍需要两年 住满一年 即是不可以 来了就走走走走走 都要住一下 考虑事项 这个就最重要 筆基道一向都 有些气管问题 所以呢 气候这个是很重要的 为什么呢 在新加坡生活 是否好呢 还是否适应全年 皆满热的气候 政治上不够民主 言论不够自由 第二 代表男性永久居民 都要服兵役等等 年轻就要 我不用了 还有 满热就是热情 刚刚才 每个人都不用穿 喂 很严重 因为它在大地方 这个就要注意 是否民主 和是否言论自由 它就有些框架 所以 这个要大家看 与美国制裁 贸易战 应该是无碍新加坡的发展 这是我认为的 2023年 新加坡自己说自己 那些经济 GDP是普通 但是我不是这样看的 因为 硬开就硬 去开就去 当然 一定会有竞争 但是基础打得好 好了 究竟我要说些什么 重点是什么 重点是 生活的质售 它是连续16年 获得外勞最移居的城市 人力资源贯物机构 ECA 每年都会发放 僱傭在移居城市排名榜 自该榜2005年设立以来 新加坡已经16年 蝉联第一 反之香港在2021年至2022年的排名 已跌到7月7 上一年再急跌 多19位 ECA根据各地的气候 空气污染 自然环境 医疗服务 住屋和公共事业 地区的隔离状况 社会网络与娱乐设施 基建个人安全 社会政局等等因素 来评估外泰源 全球超过490个地区的整体生活 尽管新加坡今年 疫情 讲上一年 2022年 喂 封控的情况 但是开得最快 所以 他所有的东西 都比较好 再加上 我最喜欢的了 国际教育 基础设施 以及住屋方面 都是拿到高分 相对的 大哥 香港 又小又贵 这边 不是说不贵 但是没那么小 所以 多个亚洲地区 都会被比下去 尤其是香港 这个情况 还有一点要跟大家分享 就是 很多华尔街 现在华尔街的大行 都认为 包括高城 花旗 加拿大 这个黄家银行 目前正压着 新加坡金融管理局 现场货币 紧缺的时间 而纷纷向新加坡后市的走势 其中 高城更指 目前亚洲货币市场中 新加坡是最值得看好的 一个选择 所以 新加坡的人才 为什么不在这个全方位里面 跑出来 因为 为什么 巴基道都将会成为 其中一份子 谢谢各位